大便是健康的镜子 有这几种异常 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大便这个词啊 平时说起来好像都嫌不文明 其实排便呢 是人体再正常不过的一项生理活动 谁要是连着几天不排便 你看他着不着急 所以大家平时不仅不需要回避这个问题 甚至还要加以重视 因为大便呢 其实是健康的镜子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正常的大便是什么样的 黄色条状 质地不硬 每天都排 当它出现下面这些异常情况的时候 都是在提醒你啊 身体内部出了问题 第一种啊 大便肝硬难排 严重的像羊食一样 一颗一颗的 这种情况呢 多是因为筋液匮乏 肠道缺乏如润了 那么筋液匮乏呢 有两种情况 一是阴液本身少了 也就是阴虚了 这种人呢 多还有口干舌道 倒汗 身上一阵阵的发热 心烦 失眠 手脚心发热等症状 这时候呢 就需要滋阴润肠 可以参考一个增液颗粒 二是体内的火太大了 把水熬干了 这是食热症 这种人啊 也容易口渴 怕热 容易上火 舌头往往是红的 舌苔少 可以参考一个麻人丸 来清热润肠 第二大类呢 是大便投肝 前肝后吸 这种情况呢 属于脾胃虚弱 一方面 韵化 无力 大便不成形 另一方面呢 气虚无力推动 粪便在肠道内的时间过长 前端水分啊 被虫吸收 所以头肝 排便的时候啊 不顺畅 这种人呢 平时多半有 食欲不振 腹胀等问题啊 可以参考一个 人身健脾丸 来 健蕴脾胃 再一个呢 是大便粘腻啊 总感觉啊 没拉干净 还粘马桶 不好冲 有没有朋友知道 这是什么病邪的特点呢 没错 是湿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遍 食性粘腻 这种人呢 平时经常会觉得胸闷 恶心肚子胀 四肢沉重 总是不想动 容易累 一看舌头呢 舌苔往往是厚腻 或者是水滑的 这时候就要健脾立湿了 可以参考一个 森林白竹伞 听完今天的内容啊 你就知道了 上完厕所啊 先别着急着冲啊 看看自己的身体啊 有没有给你什么提示 另外涉及到用药 一定要谨慎啊 如果你有需要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